人有劝其不必举尽事 可以从托求是者 为汉凯然 乃助日出福丧父以见智 又助铁业以示人曰 燕碧则改而托事 这个地方的托就是他的意思 有的人就直接读成他了 那么这个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故事的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就叫桑维汉 桑维汉这个人啊 他的外貌非常的特别 别人都是个子很高 脸呢没有那么长 可是他呢就是脸特别长 如果路上有人看到他不认识 就会捂着嘴笑他 可是桑维汉呢 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长相 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说是颜值不高 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了志气 或者就是萎靡不振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反而经常去鼓励自己 经常去安慰自己 他常常在镜子面前照镜子 然后对着镜子里边的这个桑维汉说 七尺高的那些人 最终一定是比不过我这个一尺长脸的这个人 他的脸是特别长的 身材是矮小的 那么这样呢 他给自己立志 一定要发愤读书 一定要求取功名 志向是非常高远的 然后他一路读书读得非常的好 这一年大考 他就报考了 秀才举人静世 他一路的高过向前走 等他考静世的时候呢 考完了以后 却名落孙山 三维汉呢 经受不住这一下的打击 这个时候呢 他的朋友就去劝他 就是我们原文的这个话了 他说 虽然我们现在考静世不通过 那么你也可以不去考静世 用其他的办法呢 去求取功名 去做官 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去 找一些达官贵日家里面 先去 给他做幕僚 做谋成 然后让他了解你 了解你以后 他去推举你 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这个虽然呢 是没有静世的那个文凭 没有这个证书 可是呢 他也不失为 去做官的一个道路 听到这样的话呢 三维汉就非常的气愤 他没有觉得 这个话是一个好的建议 他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考 于是他回去 写了一个文 这个文呢 叫做日出福三复 这个复里面的文 有一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东方 有一颗巨大的神木 这个神木呢 就叫福三 然后太阳呢 就是从福三那边升起来的 用这样一个复 来明智 还不够 他又请人 住了一个铁验 遇到熟人 看到铁验 他都跟他说 这个铁验 我是用来明智的 除非我把这个铁验 用穿了 磨破了 我才会改由其他的方法 去求取公民 否则 我一定要考晋士 我们知道 石头的验 都难以磨破 何况是铁验呢 所以这个铁验 在最后鼓励他 刻苦的 更加努力的学习 最终 他得以达成心愿 考上了晋士 那么这个故事 到这个地方 磨穿铁验 就变成了一个典故 后来人们就用 磨穿铁验 来说明 学习的毅力 学习的刻苦的程度 三维汉制造这个铁验 一方面 是他立志的标志 另外一方面 也是他刻苦学习的 一个见证